币脸何在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我们将继续我们比特币前传 在前两部当中 我们给大家讲了密码朋克的诞生 朋克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挑战政府对于密码学的封锁 希望用密码学来保护隐私 来追求自由 那么这一期专题是我们比特币前传的最后一步了 我们可能会还会出一期外传 来讲一讲谁是中本聪 中本聪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现在是熊市 那我们就塌下心来 学学底层逻辑 知道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也许对我们的投资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要着重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群密码朋克在遇到压力 遇到政府的重重封锁的时候 他们是如何突破封锁进行挑战的 还有我们会讲到加密货币之王 比特币是什么时候 何种境遇下面诞生的 1991年6月 吉姆尔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过的密码学的奠基人 他听说有一位供职于美国情报部门的 名叫威廉弗里德曼的密码学家 写了6本关于密码学的书 所以在他读了弗里德曼的两本著作之后 他意识到其他四卷消失了 而且他猜测有很大可能是被政府部门加密归党 限制传播了 于是吉姆尔要求政府部门解密这些文件 你想想一个人和政府对抗哪有那么容易对吧 但是出于密码吉克们天生的反骨 吉姆尔开始刨根问底 最终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朋友的帮助之下 找到了剩下的四本书 而当吉姆尔收到这四本书的时候 他同时也意识到 在国安局的重重监控之下 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 果然三天之后 吉姆尔收到了国家安全局 要求他交出四本著作的文件 当然吉姆尔言辞拒绝了这一要求 便称说这些教科书讲的都是相对简单的密码学技术 而且他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获得的 为了摆脱情报部门的纠缠 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媒体 并且上了头版头条 也许是破音媒体的压力 情报部门最终放弃了对吉姆尔和那些书的追查 大家会问 这些书对吉姆尔和密码朋克有这么高的价值吗 老实说其实并没有 书里其实只是一些非常浅白 而且过时的密码理论 可是吉姆尔这么做只是想通过对抗国家安全局 来证明政府是可以被打败的 1993年初 PGP进入了美国政府的视野 在RSA的知识产权纠纷 引起了奇姆尔曼的注意之后 监管机构对其违反武器出口控制法 展开了刑事调查 大家会纳闷一个密码学怎么还违反了武器出口控制法了呢 其实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密码学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军用产品 与军需品属于同一个种类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世界是由石油等资源决定的 而在数字时代 软件和计算引领了美国整个的GDP 到了开庭时期的时候 EFF和公众都支持奇姆尔曼 作为对政府的回应 他把PGP的原代码印在了金庄的封面上 书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什么是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规定了 国会不得制定以下事项的法律 第一就是确立国教或者是禁止信教自由 不可以 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可以 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申冤的权利不可以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密码学在当时是非法的 那么一本印有密码学代码的书 又该怎么定义呢 因为第一修正案不可以禁止言论自由 对吧 但是奇姆尔曼无法否认的是 他违反了军需平法 他的全明星的律师团队 本来也没有办法为他申冤 很有可能会败诉 一直到律师菲尔杜波伊斯想出了一个办法 杜波伊斯的想法不是否认和恳求 而是采取进攻的态势 把政府描绘成对自由的威胁 这成为了奇姆尔曼辩护的关键 而幸运的是政府很快就步入了圈套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4月 当奇姆尔曼引发的公众的愤怒 还没有完全平息的时候 第266号法案又来了 266号法案是什么 它关乎于一组加密芯片 名叫Clipper Clipper允许联邦州和地方法官 对截获的语音和数据传输进行解码 可以想象 它的推出将会让政府进一步侵害人民的隐私权 所以引起了公众的一片哗然 Clipper是用芯片组来加密数据的一个制造的标准 它用80文密码来管理信息的安全 这是克林顿政府试图管理国家安全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政府妄想随时随地可以访问 他们所想要的任何的信息和资源 那么带着对政府的强烈的不信任 当Clipper芯片上市宣布的时候 公众爆发出来了对它强烈的反对 电子前沿基金会EFF等民权组织 对这一消息的回应是 它将会严重的侵害公民的自由 而当主流的舆论和民众都感觉到压迫感的时候 与之相反的是密码朋克们却显得相当的兴奋 想象一下 如果你预测到了世界末日 并且为世界末日的到来准备了10年 10年之后你的预言真的成真了 世界末日真的来了 公众的权利真的在政府的监控面前一文不值了 当你看到世界的混乱和你之前的预测一样的时候 你会不会也像这群密码疾客一样兴奋呢 密码朋克们早就预言了 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蒂莫西C媒宣布战争要来了 他和艾里克修斯和约翰吉莫尔还有其他的密码朋克们 以一种恐怖的热情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这件事情 虽然说密码朋克们公开反对Clipper芯片 因为Clipper代表了政府对民众的监控 但其实包括C媒在内的许多人 并没有把Clipper当回事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芯片有设计的非常大的漏洞 也知道一旦有人拥有私钥 那么公钥密码学从根本上就变得毫无用处 所以Clipper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儿童玩具般的笑话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在吉莫尔的办公室召开了紧急的会议 房间里挤着50个加密朋克的成员 差句话这里头有可能就有中本存在 他们会群测群力 那么想办法去摧毁和反抗政府 所以在这个搏击俱乐部当中 泰勒德顿会分发各种任务 密码朋克们会打印出来模仿贴纸 上面写着Intel Inside 然后把它们贴在电脑的商店里 其他人设计的T恤上面写着与Clipper作战 当然还有C媒的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宣言 1994年初 一位由40位专家行业领袖和学者组成的国民委员会 给克林顿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撤回Clipper芯片的提议 这40个人中包括公开密钥密码的 三位原始的创始人 Herman Diffy 和莫克尔 RSA的加密就组的三位创造者之一 罗纳德 李维斯特 还有DigiCatch的创始人大卫·乔姆 PGP的创始人菲利普·齐摩尔曼 1995年的5月 美国国家安全局终于做出了回应 他们没有让步 只是发布了一份毫无意义的新闻稿 试图向公众保证 Clipper芯片是绝对的安全 不会侵犯到大家的隐私 到1994年 通信制造商AT&T 已经开始使用这种芯片来制造硬件了 通信公司也陆陆续续开始使用这种芯片 所以当芯片交付给商业生产商时 密码朋克们很快就注意到了 这个芯片的设计缺陷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 嵌入系统的工程师 他叫马特·布莱茲 他负责芯片的测试和检查工作 他发现虽然说密码本身是相对安全的 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访问他的后门 原来只有16位散列 而这16位散列完全可以暴力破解来进行破除 原来马特·布莱茲他也是密码朋克 他就是邮件列表当中的一员 所以在他确认了发现之后 他在1994年8月公开了这个漏洞 有效地打破了芯片的发展进程 在他发现后不久 Clipper芯片就销声匿迹了 这一刻历史终于出现了反转 然而民众的怒火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在Clipper芯片的漏洞发布后不久 一位名叫菲利普R.卡恩的程序员站出来 挑战政府将密码学归类为军火的做法 他请求对一本包含用密码学算法和密码原代码的书进行评估 人们发现这本书不受军需品法的约束 可是记录着这本书里的原代码的光盘 却属于军需品保护的范畴 这里细微的差别就在于说 如果你是纸质出版物不违反军需品法 如果刻在光盘上显然就属于军需品法的管辖范畴 那么这个明显看起来离谱的一个规定 开启了民众对于政府垄断密码学诉讼的开端 紧接着还是在1995年卡恩的案子 又为另一项挑战奠定了基础 伯克利大学的一个名叫丹尼尔·J·伯恩斯坦的一个学生 试图发表一篇论文 论文里边有他关于加密协议的原代码 通过他的发表 在北加州的联邦审判法院再次对军需品法案发起了挑战 基于卡恩的先例 法院裁定他论文当中的原代码受到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的保护 所以卡恩的案件被裁定为原代码的文本形式 不属于军需品法 但伯恩斯坦的案件证明说 他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拼图的碎片终于开始慢慢的拼到了一起 另外一个案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叫彼得·荣格尔 他是下一个挑战军需品法案的人 他是一名法学教授 他希望他的学生不仅是学习 而且要在学习和玩耍当中来探索新的概念 在他的一门课程当中 他被限制只能接受非美国公民的国际学生 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课程材料当中加入了一个加密程序 这一段程序被官方承认为密码学的一个出口 由于他没有从事相关的教学工作 所以这位老师宣布了反对军需品法案的理由 他认为该法案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由于卡恩和伯恩斯坦最近的案例 荣格尔的案例在1999年获得了胜利 从而得出了软件如何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结论 克林顿政府也因此立刻做出了让步 在1996年10月12号 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13026号 密码学正式从军需名单中删除了 通过这一命令 齐摩尔曼的案件也将被驳回 战斗胜利了 密码学走向大众的大门正式打开了 一切结束了吗 还没有 1998年晚些时候 随着围绕密码学剩余的案件一件一件的结案 那么吉姆尔希望继续推进 并且彻底的摧毁政府对于未来的加密技术的主张和参与 DES最初发表于1976年 它是一种用于商业用途的加密的标准 DES是Herman和Diffy所反对的 他们认为说它只有56位的密钥 理论上非常容易受到暴力破解的攻击 但是在70年代 那个时候考虑到计算机的运算能力 DES基本上是不能被暴力破解的 可是到了1998年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童年晚些时候 RSA的数据安全公司发布了一项悬赏 悬赏看看谁能够突破DES的加密消息 5个月之后 DES宣布被破解 但是RSA又设立了一个更大的悬赏 1万美元 看看有人能否更快的破解DES 在第一次挑战当中措施良机之后 当时生意兴隆的吉莫尔和密码破译专家 Paul Corker接受了这一挑战 Corker曾经在Herman的手下工作 接受过Herman的培训 为了完成这项历史的使命 吉莫尔和Corker不惜花了22.2万美元 建造了一台名为深烈的电脑 56个小时之内 DES就被破解了 经过大约20年的争论 DES的神话最终还是被打破了 很快正式宣布失效 到了2000年 政府取消了所有关于密码学的限制和规定 密码朋克们彻底的赢了 随着民权运动和密码朋克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密码学从军需法案当中彻底删除 代码被正式视为受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到了90年代末世界也变了 1995年MSN成立 1998年谷歌成立 2001年苹果发布了首款iPod 改变了移动技术 2003年MySpace出现了 2004年Facebook出现了 2005年YouTube出现了 世界在不断的改变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密码朋克在战胜了政府之后 他们似乎就销声匿迹了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因为不再需要秘密窝点了 从美国到全世界 密码学已经是合法的开放的资源了 密码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传播并且使用了 到了2000年 密码朋克的邮件列表活动逐渐就消失了 在911的恐怖袭击之后 美国政府加强了对托管服务器的管理 很快密码朋克的邮件列表就被关闭了 但这里有一个笑话 最后一批密码邮件列表当中 有一个人把自己的邮件命名为 CryptopunksAtAllQuarter.net 所以在2016年一次电话视频采访当中的 DemoC媒就回忆说 我不认为加入一个名为基地组织的组织 是明智的选择 密码朋克的邮件系统在近10年的时间里 传递了数千条信息 它是密码朋克的作战室 也是90年代科技自由主义精神的发源地 虽然邮件列表关闭了 但是对于密码朋克来说 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接下来的10年里 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大爆发 将整个社会彻底的改变 随着共享文件、视频流、游戏和电子商务等 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发展 他们所追求的隐私和自由的保护 现在来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密码疾客的精神无处不在 密码朋克的精神将会通过 BitTorrent、TOR、海盗湾、维基解密等 这些贡献者不断地传续下去 而这其中很多人就是密码朋克 邮件列表的成员 早在1995年朱利安、阿三奇 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成员 也是TOR、BitTorrent和其他开源倡导者的核心成员 但是最近10年 比特币和Web3的风头 似乎盖过了那些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些项目 以上所有这些密码朋克的人员事件 其实他们为比特币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它使数据真正的有不可篡改和抗审查信 但是更重要的是比特币是去中心化技术 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和革命 在密码朋克的觉醒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比特币的一些踪迹 2008年 钟本聪是踩着哈尔芬尼、尼克萨博和David 这些巨人们的肩膀创建了比特币 他最初在一个专门讨论密码问题的论坛中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货币 基本都是由中央机构控制 而一旦这个国家的政权更替 或者信用崩溃 这些货币必然沦为废止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再的发生 比如2008年的津巴布韦 遭遇了2万多倍的恶性通胀 发展成为1亿元津巴布韦币 只购买一只鸡蛋的极端情况 当地民众辛苦一生的积蓄 顷刻间化为乌有 中本聪指出为什么不发明一套 不受任何国家控制 又能够全世界通行的货币系统呢 顺着这一思路 他在2009年1月3号 将当天泰晤士报英国财政大臣 焦头烂额的头条文章标题 留在了比特币的创世区块里 发布了开源的第一版 比特币的客户端Bitcoin 并挖出了最开始的50个比特币 同年2月11号 他在P2P的基金会网站上发表声明 称自己开发出了一个叫做 比特币的开源P2P电子现金系统 这一系统以开放、对等、共识 直接参与为基本的里面 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中央服务器或托管方 完全去中心化 所有的一切都是用户自愿参与 这一系统的上限标志着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比特币 正式诞生了 自此尘埃落定 其实大卫乔姆早就预言过 互联网过度集中化的后果 可惜的是 我们现在都在朝着一个 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更大的目标在努力在前进 一个建立在密码学和自由之上的未来 早在70年代 Herman和Diffie就遇见了今天 我们正处在密码革命的边缘 现在40多年过去了 我们现在依然处在一个 密码革命的盲荒时代 我们也许不能够遇见10年20年之后 密码学的应用与发展 会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从现存的资料当中 来找一找中本聪到底是谁 我们下期解密